Windows XP是一个多用户操作系统 为了方便多个人使用一台电脑和在局域网中设置电脑的安全性 那么在安装了Windows XP后需要建立一些用户账户 使用这些账户可以从网络或者本机登录Windows XP 创建用户账户很简单 打开控制面板 单击用户账户 单击创建一个新账户 输入用户名 单击下一步 选择用户类型为计算机管理员 单击创建账户 瞧,这就是刚才我们新建的用户 用同样的方法就可以创建其他用户的账号了 在欢迎方式的登录画面中 每个用户都有一个图标 这个图标也是可以改变的 下面我们就来改变一下用户Arbot的图标 在用户账户对话框 单击用户Arbot 再单击更改图片 瞧,这里有许多可选的图标 就选这个热带鱼的图标吧 单击它 再单击更改图片 用户Arbot的图标就换好了 我们还可以自己制作图标 通过这个浏览图片来更换 如果不小心忘记了自己账户的密码 那就没有办法登录Windows XP了 特别是忘记了管理员账户的密码就更糟了 在Windows XP中可以创建一张密码重设盘 一旦忘记了自己的密码 就可以用这张密码重设盘重新设定自己的密码 每个用户只能创建自己的密码重设盘 点这个按钮 返回到用户账户对话框 现在是以用户Supervisor登录的 单击它的账户名 单击左边的这个任务 出现一个向导窗口 单击下一步 将软盘准备好 这步输入Supervisor的密码 开始创建密码重设盘了 出现这个窗口 表明成功创建了密码重设盘 单击完成结束 当我们登录Windows S7时 如果输入密码错误 屏幕上会出现这个提示 点击上面的链接 使用密码重设词盘 此时弹出一个向导窗口 将做好的密码重设词盘插入软区 单击下一步 向导程序会读取软盘 然后提示重新设置密码 输入新的密码 再单击下一步 最后点完成 我们就用Supervisor的新密码登录Windows XP 这个新密码可得要记住了 阿开开始菜单 你会发现一个注销选项 如果选择它 屏幕上会询问 切换用户还是注销用户 贺养者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看看下面的实例 当前我们是以用户Supervisor 登录Windows XP的 打开一幅图 打开开始菜单 单击注销 选择切换用户 通路画面上可以看到 用户Supervisor有一个正在运行的程序 我们再用账户Airbot登录 也打开一幅图 然后打开开始菜单 单击注销 这次选择注销 此时在登录画面中 可以看到用户Supervisor的程序 仍在运行 而用户Airbot已经没有程序运行了 显然 注销用户会将用户打开的程序都关闭了 切换用户 则用户启动的程序仍在运行 当然 这样会占用部分系统资源 Windows XP中 默认采用这种欢迎方式的登录画面 我们也可以将登录画面更改为传统风格的 打开用户账户窗口 单击这项 取消这项的选择 然后再应用设置 现在我们重新登录Windows 这就是传统风格的登录方式了 输入用户名 地码 单击确定做登录了 显然是用欢迎方式登录方便一些 而用传统风格的登录方式安全一些 如果有两个用户都登录了Windows XP 那么这两个用户可以通过发送消息相互留言 发送消息的方法很简单 在任务栏上单击右键 选择任务管理器 打开用户水箱卡 在这里显示着当前登录了Windows XP的用户 比如要给Arbot发送消息 选中他的账户Arbot 点下面的发送消息 在消息栏中输入要留的言 点一下确定 消息就发送出去了 当用户Arbot登录Windows XP后 就会看到这条留言了 什么是组策略呢 抛开这个概念不提 我们先来看一下组策略能干什么 注意比较左右两个桌面的区别 左边是原始的开始菜单 右边是对组策略进行修改后的开始菜单 可以看出 修改组策略后 开始菜单中的注销关闭计算机两项已经不见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例子 现在是系统的原始状态 双击几个分区的图标 都可以进入 稍等让我们修改一下组策略 再次双击几个分区的图标 系统提示无法访问 这也是组策略在起作用 因此 通俗的想 我们可以把组策略看作一组 关于计算机和用户的设置 而在Windows XP的家庭版中 是没有组策略设置的 下面我们看一下 怎样设置组策略 打开控制面板 选择性能和维护 打开管理工具 这其中的本地安全策略 就是组策略管理单元的一部分 如果从开始菜单 打开运行对话框 输入gpedit.msc 然后回车 这样就可以看到完整的组策略管理单元了 这就是组策略的设置窗口 下面我们就通过一个实例 看看组策略发挥的作用 比如我们把开始菜单中的注销 和关闭计算机两项隐藏起来 打开用户配置下的管理模板 双击任务栏和开始菜单 从右边可以看到许多关于开始菜单的策略 从中可以找到这两项 先双击这项 在这条策略的属性窗口中 可以看到有三项操作 位配置就是使此策略不生效 以启用就是让这条策略生效 以进用则是指明该策略不应用到 从属于该组策略的用户或者计算机 这里选择以启用 单击确定 让我们看看这条策略是否生效了 打开开始菜单 果然 果然促销选项已经不见了 再打开这项删除和阻止访问关机命令 也选择以启用 单击确定 再打开开始菜单 现在关闭计算机的选项也隐藏了 如果要恢复开始菜单中的注销和关闭计算机选项 还是在组策略窗口中打开这两项的属性 选择未配置即可 我们列举的只是个简单的组策略设置的例子 利用组策略还可以进行许多安全方面的设置 不过这些设置对于个人用户来说很少应用 这里就不再介绍了 如果你的电脑是连接在局域网中的话 那么安装好Windows XP就需要配置网络 默认Windows XP中采用的是TCP IP协议 那么如何配置TCP IP协议呢 打开我的电脑窗口 单击左边的网上邻居 再单击查看网络连接 在这个画面中 Windows XP会自动为安装在电脑中的网卡 创建一个本地连接 选中本地连接 单击左边的增改此连接的设置 在这个窗口中选择 172.16.0.8 依次将这些数据输入到各自的栏目中 如果网络管理员还分配了Windows服务器的地址 就单击高级 打开Windows选项卡 单击添加 在这里输入Windows服务器的地址 比如是172.16.0.240 单击添加 单击确定 再单击关闭 这样局域网连接的TCP IP协议就设置完了 在Windows的局域网中 为了便于访问和区分不同的计算机 需要给每一台计算机设置一个局域网络中唯一的标识 这个标识也就是计算机的名称和工作组 设置计算机的标识很容易 打开开始菜单 把鼠标移到我的电脑上 单击右键 选择属性 出现系统属性窗口 打开计算机名选项卡 单击更改 出现一个新窗口 计算机名称就在这里设置 比如把计算机名称改为UPC 单击确定 这时会提示 重新启动计算机后 计算机名称的修改才能生效 计算机描述是计算机的备注 在网上邻居窗口中 看到的这些内容 就是计算机描述信息 比如在计算机描述一栏中 输入我的Win XP 单击确定 按照提示 重新启动电脑 重新启动之后 计算机的标识就更改好了 再打开网上邻居 看 这一台就是我们的计算机了 文件和设置转移功能 用来把文件和设置 从一台计算机转移到另一台计算机中 比如IE Outlook Express的设置等等 利用这个功能 可以大大的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 比如要重新安装系统时 先利用文件和设置转移功能 储存一些必要的文件和设置 等安装完新的系统后 再把这些文件和设置复原 这不是省去了许多麻烦了吗 文件和设置的转移过程 包括三个步骤 首先把要转移的文件和设置 从要导出的计算机中导出 导出后这个信息会储存在一个目录中 第二步 把这个目录拷贝到要导入这些信息的计算机 第三步 把这些信息导入目标计算机 下面我们以导出Outlook Express信息为例 来说明怎样从一台计算机转出文件和设置 导出的Outlook Express信息 包含了Outlook Express的账号信息 邮件和其他的相关设置 好 我们就从附件的系统工具中找到文件和设置转移向导 运行它 出现向导的欢迎界面 单击下一步 向导询问当前的计算机是哪一台计算机 这里的新计算机代表要把文件和设置转入的目标计算机 旧计算机则代表要把文件和设置转出的原计算机 因为我们要导出这台计算机上的Outlook Express信息 所以选择旧计算机 单击下一步 向导正在准备进行下一步 稍后片刻 这一步是选择利用什么方式进行转移信息 家庭网络适合转移大量的数据 转盘驱动器适合转移少量的数据 这里选择其他 选择保存的文件夹为 地盘登录录下的MOO 单击下一步 这一步选择转移的内容 选择只包括设置 再选中自定义选项 单击下一步 删除Outlook Express以外的其他选项 注意列表右边的这几个按钮 通过这几个按钮 可以对转移的文件和设置进行添加和删除 单击下一步 向导开始收集需要导出的文件和设置 公共收集文件和设置 单击完成结束 这样这台计算机中的Outlook Express信息就导出了 让我们来到另外一台计算机 先打开这台计算机上的Outlook Express看一下 瞧 什么都没设置呢 下面我们就把上一节中导出的Outlook Express信息 转移到这台计算机中 先把保存文件和设置信息的目录目录拷贝到要转入的计算机 一盘 然后打开文件和设置转移向导 单击下一步 选中新计算机 单击下一步 稍等片刻 由于我们已经从另一台计算机收集了需要的文件和设置 所以选择最后这一项 单击下一步 选择要导入信息的位置 选择其他这一项 选择文件所在的目录 单击下一步 向导开始转移Outlook Express的信息 瞧 已经成功导入了 单击完成结束 现在提示是否进行注销 单击是进行注销 注销并重新登录后 再打开Outlook Express 看 现在就提示你输入密码 并进行邮件接收 为什么需要输入信箱的密码呢 原因是为了安全 密码是不会被导出的 你看Outlook Express的设置信息已成功地导入了 再来打开账户信息窗口看一下 行 账户信息已经添加好了 喂 你好 Supervisor 我是Arkos 你昨天帮我安装好Windows SP后 用起来倒是觉得挺舒服的 可我却不能收发邮件了 你能来帮我看一下吗 好的 这就去帮你解决 谢谢 搞定了 阿尔伯特 是昨天在帮你设置Outlook Express时 我把邮件服务器名称出错了 现在已经在你的机器上改过来了 你马上就可以正常说话了 不会吧 你又在开玩笑了 你还没走到我的办公室呢 怎么就说帮我搞定了呢 当然可以了 Windows SP支持远程管理 我在自己的计算机上 通过远程桌面连接 就可以直接操作你的电脑了 哦 原来你有新式武器了 怪不得呢 好了 不聊了 等下班后你教我怎么用吧 没问题 再见 在上面这个小故事里 Supervisor利用远程桌面连接的方法 对阿尔伯特的机器进行了远程管理 除此之外 还有两种远程管理的方法 一种是通过MMC 一种是通过Terranet 在详细介绍这几种远程管理方式以前 我们先来预览一下这几种登录方式 这是Terranet方式登录 通过输入命令对登录的计算机进行管理 这是MMC的界面 通过它我们也可以方便的对远程计算机进行管理 功能最强的是远程桌面连接 它几乎可以完全控制远程的计算机 我们就先从远程桌面连接开始讲起吧 没有什么比亲身体验更直接的了 下面我们试着用远程桌面连接 连接到MyService这台服务器上 在附件的通讯中找到远程桌面连接 收入要连接的计算机名 单击连接 收入用户名和密码 回车 打开我的电脑 瞧 跟控制自己的计算机一样 当在全屏方式下显示时 把鼠标移动到桌面稍靠上的部位 这时会划出一个小工具条 MyService表示我们连接的这台计算机的名称是MyService 旁边这三个按钮 相信一看便会明白席用途 鼠标离开桌面上部时 工具条会自动消失 注销这个用户 又回到这个登录对话框 单击选项 出现许多关于远程桌面连接的设置 比如我们要改变Windows组合线的作用范围 可以这样来设置 打开这个选项卡 打开这个下拉框 有三个选择项 缺省设置为只用全屏模式 它们表示Windows组合线的作用范围 选择本地计算机上试一试 重新连接到MyService 接着打开我的电脑和我的文档两个窗口 然后按Alt Table 瞧 切换到本地计算机的另一个窗口中了 断开连接 分改一下选择选项 再次连接MyService 然后按Alt Table组合键 瞧 组合键只对远程计算机起作用 断开连接 再选择只用全屏模式 再次连接MyService 然后按Alt Table组合键 同样 它只对远程计算机起作用 与上一个选项 与上一个选项一样 转开连接 打开显示选项卡 选项 远程桌面大小为640乘以480 再次连接 再次连接MyService 现在远程计算机的桌面是显示在一个640乘以480大小的窗口中 再按Alt Table组合键 瞧 组合键只对本地计算机起作用了 这也就说明 使用全屏模式选项 只当远程计算机桌面全屏显示时 组合键对远程计算机起作用 当使用窗口方式显示时 组合键是对本地计算机起作用的 断开连接 除了上面讲到的这几个设置外 还有一些其他设置 这里就不再一一叙述了 在运行对话框中输入MMC 然后回车 这就是MMC的界面 单击文件菜单下的添加删除管理单元 单击添加 在这里选择添加管理单元 我们选择共享文件夹管理单元 单击添加 入一个对话框 选择这项 输入远程计算机名 单击完成 关闭 再单击确定 好 我们已经可以管理MySoros这台计算机上的共享文件夹了 作为一些常用的管理单元 我们可以保存到一个文件中 这样就不用每次都要添加这些管理单元 在保存以前 先给这组管理单元起个名字 打开文件菜单下的选项 在这里输入名称 关闭选项窗口 按Ctrl F 就弹出保存对话框 然后单击保存按钮保存就行了 关闭MMC窗口 打开开始菜单中的所有程序 选择管理工具 瞧 刚才保存的管理单元在这里呢 用TelNet的方式登录远程计算机 操作起来比较繁琐 有一定的难度 这里只做简单介绍 打开运行窗口 输入命令 其中MyService是远程计算机的名字 按回车 瞧 已经连接上了 接着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登录成功以后 就可以开始进行操作了 停止指定服务的命令行格 是为NetStop 服务名称 比如要停止Messenger服务 可以输入NetStop Messenger 然后回车 计算机会提示你 正在停止Messenger服务 成功停止Messenger服务 开启指定服务的命令行格 是为NetStart 服务名称 要再开启Messenger服务 就输入NetStart Messenger 回车 Messenger服务又启动了 和刚才演示的一样 我们可以通过命令行的方式 来对另一台计算机 进行远程控制 由于命令比较多 在这里不能一一讲解 不过你只要学会使用命令行下的帮助 相信大多数命令都不成问题了 对于一般的对文件或磁盘操作的命令 可以在命令行中输入Help 回车 这里会列出所有关于文件和磁盘的命令 要查询某个命令的详细用法 比如XCopy 可以输入HelpXCopy 小 列出了XCopy命令的详细用法 如果显示的内容太多 一屏显示不下 可以在命令行后再加上这样一个命令 按空格键翻看下一屏 对于与网络有关的命令 一般是以Net起头的 输入NetHelp 回车 这就是所有有关网络的命令 要想查看这些命令的详细用法 只需输入NetHelp下要查询的命令即可 要想知道这些命令的详细用法 比如TS-DN 关闭终端服务器 可以输入TS-DN-问号 瞧 详细的用法全都有了 如果要断开与远程计算机的连接 可以输入Exit 回车 连接就断开了 说到文件的安全性 那就离不开Windows XP采用的NTFS文件系统 在Windows XP中 只有采用了NTFS文件系统 才能给目录文件提供安全设置 通常安全设置都是针对目录已经进行的 这时我们必须以管理员的账户登录Windows XP 下面我们就先看看目录的安全设置 从我的电脑访问到D盘 找到Project文件夹 选中此目录 单击鼠标右键 选择属性 在目录的属性中多出了安全一项 我们打开安全选项卡 上面是分配了安全权限的组和用户列表 这四个组账户是Windows XP自动创建的系统组 下面对应列出他们所拥有的权限 权限中有允许和拒绝两列 我们先选中Administrators组 在下面的框中可以看到分配给Administrators组很大的权限 再点下面的System组 其权限同样很大 System是系统程序用户 属于内置组 对于这两个组通常都不要更改他们的权限 再点一下Users组 他们的权限比较低 不允许往该目录保存文件或者修改里面的文件 如果你用过Windows 2000 就会发现在Windows XP中安全设置中没有Error外 留意一下 你还会发现这些权限的框被标为灰色的 说明这些权限是从父目录组成的 此外Windows XP中添加了一个查看当前目录 分配给每个用户或组有效安全权限的功能 比如我们想看看分配给账户WhoEffect的权限 单击高级按钮 再打开有效权限 单击选择 在这里输入账户名 单击确定 看 从下面的列表中就可以看出该账户的权限 只有标有对购的项目才是分配给账户的权限 由于我们还没有对WhoEffect的账户进行权限定义 所以没有标有对购的项目 很多时候我们需要通过安全设置来实现一些特殊要求 比如我们有一个Project目录 希望在本机上网络系统管理员组可以读取该目录下的文件和子目录 用户WhoEffect对该目录Project有完全控制的权限 其他人员或组只能查看目录中的文件和子目录 而不能读取数据 如何来设置呢 我们先选中Project目录 单击鼠标右键 选择共享和安全 选择这项 再单击权限 从权限列表中可以看到默认允许每个用户完全控制该目录 从这里还不能做到只让部分用户能看到Project目录中的目录名和文件名 同时又不能读取数据 这里我们不修改共享权限 而通过安全设置实现这一要求 先关闭该对话框 打开安全选项卡 单击高级 打开高级安全设置 先设置账户WayZ的权限 单击添加 我们这里通过搜索的方式添加此账户 单击高级按钮 默认的查找位置就是本期 单击一级查找 下面的列表中显示出本机上的所有用户和组 从中选中Who is it 单击确定 再单击确定 这样就添加好了账户 此时Who is it默认的权限是止读的 将允许中的完全控制选中 接下来设置其他用户的权限 我们先把Yusus组删除 由于Yusus组继承了附目录的权限 不能直接删除 先选中Yusus组 再单击下面这项 取消继承附集权限 此时出现一个提示框 这里要单击复制 然后选中列表中的Yusus组 单击删除 接下来添加aryOne组 单击添加 输入aryOne 单击确定 再将aryOne的权限设置为 列出文件夹目录读取数据 最后设置Administrators组的权限 从列表中选择Administrators 单击编辑 将拒绝一列中的修改和写录项目都选中 也就是指管理员组只能读取 然后单击确定 现在盘出安全提示对话框 单击是 到此为止 就按我们的要求将权限设置好了 最后单击确定 使这些设置生效 由于管理员的账户 具有至高无上的权限 所以利用前面文件安全性的方法 给文件夹设置的安全措施 对于管理员来说 实质上是不起作用的 不过我们还有其他更有效的方法可以进行管理 在Windows XP的NTFS文件系统中 还提供了加密文件和文件夹的功能 自己加密的文件和文件夹只有自己可以访问 别人是无法访问的 使用这个办法保护私人资料是很管用的 如何加密文件或文件夹呢 下面我们就看看怎样把地盘根目录下Document文件夹 及其下面的所有内容都加密 从资源管理器浏览到地盘根目录Document 选中它 单击鼠标右键 选择属性 在常规选项卡中可以看到文件的基本属性 单击下面的高级按钮 此时出现高级属性窗口 下面有一个关于加密和压缩的 选中这项 然后两次单击确定 此时系统会询问 要将加密只应用到该文件夹 还是要应用到该文件夹 及其下面的所有内容 这里就选择第二项 单击确定 系统开始加密文件 完成后单击确定关闭文件夹属性窗口 在Windows ST中被加密的文件和文件夹的名称 都显示为绿色 这样辨认起来方便了许多 现在Document文件夹只有加密的用户才能打开它 其他用户打开时将被拒绝 如果我们将另外一个未加密文件 复制到已加密的Document文件夹 是否还需要单独为这个文件设置加密 其实不用担心 在这个过程中 Windows会自动将文件加密的 解密文件就很容易了 选中被加密的文件 打开它的属性 单击高级 取消该选择 再单击确定 这样就解除了文件的加密 系统事件日志就像我们平常写的日记一样 记录的是应用程序 系统程序等系统安全方面所发生的事情 包括错误 警告信息 成功审核和失败审核 打开控制面板中的性能和维护 进入管理工具 事件查看器 事件查看器左栏为控制台数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三类日志 应用程序日志 系统日志 和安全日志 你只需单击这个日志 在右栏中就会显示此日志下的记录 那么这些事件中都记载了什么内容呢 我们双击一条记录 此时出现一个事件属性窗口 上面记载有事件发生的时间 类型是哪个用户操作时发生的 下面还有详细的内容记录 当我们遇到一些系统故障时 就可以通过这些系统日志来分析原因 在窗口的右上角还有上下箭头 点它们就可以看前一条或者后一条事件了 下面这个按钮是复制 我们点一下它 此时事件的描述内容就复制到解贴板上了 打开记事本程序 然后打开编辑菜单 选择粘贴 事件的内容就被复制到记事本中了 我们在安装Windows XP的时候 如果安装Windows XP的分区是set格式的话 安装程序 会提示是否要将磁盘分区转换成NTFS格式的 可能这时你有些担心 会不会把磁盘上的文件都丢掉 在转换的时候要不要格式化磁盘 其实这个转换的过程是很安全的 如果安装的过程中没有选择转换文件系统 可以使用Windows XP的命令Convert来转换 转换的过程中不会损坏原有数据 这个命令的格式是这样的 其中Drive冒号用来指定转换哪个磁盘分区 斜杠FS冒号NTFS用来说明将磁盘分区的文件系统转换成NTFS格式 斜杠V用来说明在转换过程中显示详细的信息 比如我们将采用FAT32文件格式的E盘转换成NTFS格式 可以按下面的步骤进行 首先启动命令提示符窗口 输入命令ConvertG-FS-NTFS回车 然后按照提示输入该分区的卷标 再输入Y回车确认 当然这一转换过程是不可逆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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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